思维捆绑 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 它是什么呢 像不像你呢 你看我们呢 虽然知道那个遥远的 那个远方 我内在的那股力量 我想去的那个光明在那里 但是你去不了 为什么去不了呢 是因为我们被绑住了 我们不仅被绑住了 还被很多的栅栏给围上了 其实这个是我有一次在 冥想的时候 看到了一幅画面 哇 这不就是我吗 我出不去呀 我为什么我能连接到 我也出不去呢 给自己给绑上了 不止给自己绑 而且周围的那些栅栏 我所看到的是什么呢 那更像是几千年来 人类传统的封建的意识观念 把我们紧紧的给隔开了 甚至我看到三千年以来 中国从封建时代 对于女性的那些要求 都在我身上 我都按照这个观念和观点去走的 比如说什么 从一而终啊 举例子啊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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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啊 什么要相夫教子啊 很多不是说的错 但是我已经被那些观念 一层一层给阻隔了 我走不出去 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再来看 这些呢 就像我们的限制性信念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的成长 我们的人生呢 就像这棵树 这棵树的树的树冠这个部分呢 我们把它叫症状层面 也就是说 我们面临很多问题 比如说我们拖延啊 行动无力啊 自我阻碍啊 然后包括我们身体上的肥胖啊 成瘾啊 这都属于问题 这些问题属于症状 就像树叶一样 太多了 树也数不过来 而且我们在过去呢 是这片树叶黄了 我把这片树叶给拿掉 可是呢 拿掉这片树叶 另外一片树叶又黄了 我们处理也处理不完 太多了 那我们的情绪像什么呢 我们的情绪呢 就像那个树枝 树叶上的那个树枝一样 比如说我们带有大量的情绪 内疚悔恨 恐惧紧张 很多很多很多的情绪 我们来一个情绪 我们处理一个情绪 然后你会发现 情绪也太多了 我也处理不完呢 虽然情绪啊 树枝要比树叶少很多 但是也很多 那么树干是什么呢 树干呢 就是我们从小到大 发生的核心事件 而那些核心事件 就没有那么多了 就是大概是在我们六岁以前 对我们的影响是最大的 最多其实是不超过十二岁的 当然了 我们算青春期十八岁以前 也都OK 但是其实对我们影响 最大的是零到六岁 其次是十二岁以前 再其次是十八岁以前 再以后所谓的发生的事件 都是过去事件的重演而已 全都是它的重演而已 只是换一个外套而已 或者说我们十二岁到十六岁的事件 都也只是换一个外套而已 就是这么多核心事件 它就会越来越少 但是什么是那个树根呢 树根就是我们内在被植入的那些观点 那些限制性信念 它就成为了我们的一生 我们就按照我们的信念去活 我相信什么 我就活成什么样子 是不是 每个人都是这样 每个人就是能活出 他所相信的那个样子 人生就是这样的 相信什么观点 活成什么样子 所以在自我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去识别 我们那些根深蒂固的观点 我们也叫给思维洗澡 也是可以的 然后你觉得有一些观点 它已经太陈旧了 它已经不符合今天这个时代了 它可能在属于过去 属于历史或者属于偏见 它是可能属于偏见的 那我们要看到它 然后呢 让它重新的 给它一个重新的一个定义 让重新去看它 给它清理 把上面投射过去的那些污垢 把它洗掉 让它干干净净的成为一个独立的信念 我们就不受困了 比如说我们的限制性信念 包括什么呢 比如说我什么都做不好 是不是很多人有这样的信念 就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 那就是源于你小时候的某些事件 那这些事件就形成了这样一个观点 而这样的观点呢 就会导致你很多情绪 外在事件发生之后 就是因为你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 然后很快就产生羞愧感 很快就会产生内疚感 很快就会产生紧张感 很快产生焦虑感 然后呢 在外部 比如说在这个输液层面 你就会有ABCDEFG 无数无数的事情发生 而最终是源于你有一个信念 你什么都做不好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 内在的信念是什么 就包括有些人减肥也是 我有时候也会 就是偶尔 就帮助人们 比如说你要减肥 减肥是为什么减不下来 减肥绝非 是什么控制能量 差这么一个小小的事情 就属于数的层面 减肥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启 如果说你现在肥减下去了之后 你很快又回到原有的旧模式下 只要在原有的那个旧模式下 你的身体 你的肌肉是有敬意的呀 然后很快就会恢复到你原来的体重 这叫减肥反弹的那个原因 就像我们生病 有些人生病得了癌症 得了癌症呢 西医的治疗方法是把那个病灶切除 它是给了你一个窗口漆 那通过这个窗口漆病造没了 你赶快调整你的生活方式 你的心理的习惯方方面面 只要环境不改变 在原有的土壤上 在原有的环境里 那个东西一样会长出来的 这就癌症的复发 那如果我们改了 我们一个新的生活开启了 没有去长这个肿瘤的这样一个环境了 你就没有了 所以减肥也一样 减肥就是一个新的生活的开启 生活方式的开启 当然能量差只是一个像西医一样 它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手段而已 它也很重要 对 它是两者要结合在一起的 那所以呢 我们要看到我们的限制性信念 这是有一个问题 什么是限制性信念呢 什么是限制性信念呢 我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啊 限制性信念就是对自我和世界的错误的观念 我们根据一系列过往的事件 或者经历 总结出来的不正确的结论 限制性信念是我们的根基 人的根基 有时我们很难识别这些信念 比如说我们错误的 往往错误的 把我们这些信念当成了事实了 我们 很多人就把自己的那个信念 当成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了 比如说有些人我还在讲 有些人我自己根本受不下来 因为我父母没有受过 我祖母没有受过 我也从来没有受过 然后你认为这是一个事实 我就是永远是个胖子 对吧 是吧 你就把这些个信念当成事实了 而实际上不是 对不对 所以任何观念 只要向可能性关闭了大门 就成了限制性信念 我再重复一遍啊 任何观念 只要向可能性关闭了大门 就是限制性信念 它让我们没有更多可能性 让我们成为信念的奴隶 求徒 没有其他可能性了 所以我们看不到更大的世界 我们也没有创新 我们也没有创造 什么都没有 这就是限制性信念所导致的 也就是我们只看到世界的一面 而忽略了另外一面 这也是我们常常所说的二元对立 其实啊 我们一直在讲教育啊 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 其实要摆脱现实的奴役 而非适应现实 但是我们今天呢 却恰恰走反了 教育的本质其实是一种唤醒 当我们的孩子一旦能够得到更多的信任期待 和鼓励的时候 内在动力被激发的时候 它就会真正的发生改变了 那些教条 那些观点就不会成为捆绑它的枷锁了 否则我们一代又一代的 就把我们的孩子给捆上了 没有创新 没有唤醒 没有创造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去反思的事情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限制性信念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方面的原因呢 是大脑的进化 就反复都在强调大脑的进化 大脑的进化所导致的 因为我们大脑当中呢 性而何去管理我们的情绪 情感和长期记忆 它会存储着我们很多负面情绪的编码 所以呢 我们对某一件事情 就会形成固有的投射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一个小孩子 他四年级的时候参加一个演讲 演讲的时候他磕巴了 磕巴之后他就受到嘲笑了 他非常的尴尬 因为我们这种尴尬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是有反应的 比如说你害羞的时候脸是红的吧 是不是 所以我们的某一个情绪 某些情绪会导致我们身体会发生反应 然后就形成记忆了 它已经形成我们身体记忆的一部分 于是呢 我们的大脑呢 就会把危险两个字 等同于当众讲话 看到了吗 一当众讲话 立马就有危险的信号出来 然后我们的性人核马上就分泌 马上你就开始恐惧起来了 脸也红了 身体也紧张了 那你觉得就是真的了 对不对 而实际上呢 这就是我们大脑进化所导致的 大脑没有办法区分事实还是想象 大脑是没有办法区分事实还是想象的 我请大家要记住这句话 大脑没有办法去区分的 同时呢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在那一个时刻 同时运作的神经元回路 就同时运作的 对吧 未来它还会同时运作 你成年之后它还会同时运作 在那个时候 你很紧张 你结巴了 然后你受到嘲笑了 然后分泌紧张的这个物质了 你很痛苦了 好 这是不是几个神经元回路 同时在运作呀 等你到你成年之后 过去同时运作的 未来还同时运作 这就会导致 你就会出现这样一情况 就这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种 投射所带来的一种反应 来我们看一下 大脑 为什么就没有办法区分 事实 还是想象 我们来看一个视频啊 就大脑的迷失 好 我们看一下视频 而大脑对什么是自己的身体 也是一种猜测 这种猜测 同样取决于多模态感知的融合 在先前的实验里 虽然体感模态胜出 让大脑得出 左手离镜子较远的猜测 但当参与者开始敲击桌面时 就加入了触觉模态 也会告诉大脑 左手在镜子旁 这时视觉模态和触觉模态 融合后的猜测 就会胜过体感模态的猜测 让大脑最终认为 左手在镜子旁 这是因为当多种模态 同时给出相同猜测时 意味着这个猜测的可能性更高 所以大脑演化出了一种融合机制 当多种模态的信息同步时 大脑就会被吸引注意力 并重塑对现实的猜测 比如在这个实验里 触觉模态和视觉模态的信息 产生了同步 大脑便会重塑对现实的猜测 认为这个橡皮手是自己的手 好 简短的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大概就能够理解 大脑为什么没有办法区分 什么是现实 什么是想象 那我们再继续 那么另外呢 我们形成限制性信念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的认知方式 也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 二人对立的认知 那这个认知呢 比如说当众讲话这件事情 它本来呢 既可以是危险的 也可以是安全的 对不对 它是个中性的一个词 但是因为我们的过去的那些事件 我们的认知模式 就让我们形成了固定化的一面 这个固定化的一面就是 当众讲话就是危险 而当众讲话的另外一面 安全的一面 你就看不到了 所以我们对一个事件 就形成了一个单一观点 我们一旦形成单一观点 没有更多可能性的时候 那就是二元对立 那什么是二元对立呢 要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普通意义上的二元对立 我想问一下大家 大家就思考一个问题啊 我们感受一下 什么叫二元对立 而实际上呢 二元对立并非只是 我们看到那种 绝对化好与坏的二元对立啊 你看我们刚才讲一个人 他上台演讲 公众讲话和安全 危险 那这就是一种二元对立 他并非是好与坏 这两件事情 我再提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实现了你的梦想 你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实现了你的梦想 你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好 那我们想呢 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哈 对 好 我再揭秘一下啊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呢 最近呢 在做这个使命课程的时候 我迟迟的出不来 因为让这个使命课程 能够出来是我的一个梦想 对不对 那于是我就开始进行自我提问 因为这里面 我一定会存在一个 二人对立的一个认知的问题导致的 我就问我自己 说如果 我的梦想出来之后 我担心是什么呢 后来我知道了 我担心不完美 因为这个课程 每天它都在迭代 都在迭代 那我永远就出来不了 一个完美的版本 当我明白我这个信念 这不是我二人对立的一个信念吗 当我明白我这个信念之后 我突然就知道了 哎 有解决方案呢 我先出一个1.0版本 不就得了吗 然后可能半年之后 或者说很快 三个月之后 我可能又出了一个2.0版本 那就这么迭代出来了 这就是我自身的一个二元对立 这个梦想 我实现不了 我把它跟什么对立起来了 梦想实现不了 我把它跟完美 不完美 对吧 给对立起来了 这就是每一个人 你特有的二元对立 比如有人说 我实现了我的梦想 我担心的是什么呢 啊 我担心不自由 有些人甚至担心自己没朋友 因为觉得自己万一太成功了 我没有朋友了 怎么办 恰恰是这个 你潜意识深处 这样的一个信念 它就制约了你 你就不成功 你就不能实现你的梦想 这就是制约你的那个要素 说有些人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 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画面 他看到呢 很多 比如说这个 赚了很多钱的这个企业家 都不幸福 尤其女性 企业家都不幸福 所以他一想到他梦想要实现的时候 马上另外一个信念就出来了 不幸福 所以他当然 他就不可能成为他想要的那个样子了 因为他有担心嘛 哎 所以呢 就是 这就是他的对立面 你的梦想和你的对立面 并非只是好和坏 这样的一件事情 所谓的二元对立的本质是我们只看到了事物的一个面向 而呼吁了他更多更多的那个面向 这是二元对立 所以我们就说他在讲二元对立就个体性 他是有群体文化 学科种族的色彩的 比如说爱因斯坦 几十年前就知道了 对吧 时间和空间是统一的 物质和能量是统一的 但是呢 直到现在 我想也没几个人 能够把这两件事情给融合起来 那二元对立能够统一 因为我们就是不知道 但是在他那里早已经就统一了 比如说在你那里 你的梦想和完美 从来就没有对立过 可是在我这里 就是很对立的 理解了 好 那我们要看一下为什么会有二元对立呢 从认知来看 我们的认知呢 有两种模式 一种模式叫符号认知 一种认知呢 叫轻正认知 符号认知 顾名思义 语言 文字 这都属于符号认知 轻正认知是什么呢 轻正认知就是 比如说我想描述 屏幕上这样的一个黄色的果子 这个果子呢 我讲来讲去 对吧 它这个富含 富含维生素 而且呢 对这个健康美容都很有好处 吃起来呢 有一种甜甜的感觉 并且像地瓜一样的味道 我怎么给大家讲 还是没有感觉 那它到底是什么呢 我所描述的这样一个过程 带给大家的 就叫符号认知 那什么叫轻正认知呢 来 吃一口 吃完了之后 因为在吃的过程当中 你所有的感官 全部都参与进来了 它是一个完整的认知方式 不仅看到了 摸到了 闻到了 而且味觉 嗅觉 这个视觉 听觉 所有的都参与到了 这个时候叫轻正认知 也就是说 比如说你去北极看激光 我们拍了一千张照片 让你看北极激光 是什么样子 就是没有身临其境的 那种感觉 所以轻正认知的 那个本质是什么 是系统论 是完整的 而符号认知呢 你不管怎么拍 北极光的照片 你永远只是一个照片 它不是完整的信息 那么正是因为符号认知 让我们对这个世界产生了事 我只能看到一面 我只能看到一幅照片 所以导致了二元对立 那我们比如说 再举个例子啊 看看下面这张图 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椅子 对不对 这是什么呢 这个物品是什么呢 是椅子 那它除了椅子 还是什么呢 它可以是什么 餐桌 对吧 你可以在上面吃饭 可以做你去购一个东西的梯子 可以是你午睡的地方 也可以是你发怒的时候 打别人的武器 都有可能 但是呢 你再来看 当你把它定义为椅子的时候 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当你认为它是椅子的时候 这个物品的其他可能性 全部消失了 这就是我们认知导致的二元对立 这是二元对立的那个本质所在 只能看到这一个东西的一个面向 忽略了更多可能性 这就是限制性信念 我们已经谈到了 一个信念对可能性关闭着大门 这就叫限制性信念 所以呢 当我们在评论这个物品的时候 我们既要看到它的形式 要看到它的功能 既要看到它的物质性 要看到它的精神性 是不是 这样就相对完整了 所以呢 现在给大家这幅图 在这个房间里面 把椅子两个字贴在房间里 你一看到椅子这两个字的时候 你一看这里没有椅子啊 找了半天 对不对 因为你原有投射的椅子 就应该是那个样子的 黑色的呀 或者是木头的 或塑料的 那是你对椅子的投射 我没想到椅子 马上连接到了 就是你原来熟悉的 那样的一种情况 而实际上你再想一想 诶 椅子 椅子除了我看得见的这种样子 我还要考虑椅子的精神性 就它的功能性 那这时候你就知道了 啊 实际上一切都可以是椅子 地面是椅子 沙发是椅子 梳妆台是椅子 茶几是椅子 一切都可以是椅子 一切 墙面都可以是椅子 看你怎么做 所以呢 我们看到 椅子就可以是一切了 一切也可以是椅子了 是不是 我们把椅子给替换一下 我们常常谈到的 我可以是一切 一切也可以是我 那确实就是啊 所以我们就理解了 超体里最后一句话 就是我 无处 不在 这个时候我们就以 系统论的观点 总体论的 一体论的观点 来看待这个世界了 所以呢 苏格拉底说 我所知道的 就是我一无所知 太经典了 对不对 因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得到了这个世界 一半知识的时候 自然另外一半会忽略了 当你认为它是一个知识的时候 另外一半没了 所以你认为你知道了 所以你忽略了另外一半 所以苏格拉底的提问的方法 非常的好 它就经由不断的提问 不断的提问 去帮助你追寻到 事物的那个本质 那个真理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再从另外一个语境来看一下 比如说在符号学里 他认为呢 二元呢 是符号认知 非二元呢 叫亲政认知 从认知学里 二元呢 叫地图认知 非二元 叫场域认知 从脑科学里 二元呢 叫推理认知 非二元 叫直接认知 比如我们在佛法 佛教里在讲的 知识 就是二元的 只有智慧 是非二元的 智慧 是总 是一体论的 比如说在 道教里面 他把二元叫下智 把非二元叫上智 那我们经常在讲 道德经里在讲 为学日增 为道日减 或日损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的 那这就是有难度了 能够验证 一流智力的方法 就是看是否 在脑海里 能够有两种 对立的观点 同时存在 并且你还能够 游刃有余 真难呢 真难 所以认知越低的人 他越需要 绝对化的东西 你就告诉我 那个绝对化 就告诉我 就怎么做 怎么定 我不想选择 告诉我 那个一是什么 我要怎么做 你就告诉我就行了 这就是 低认知的人 需要的 凡是能够 高一点认知的人 不会找 那个唯一的 那世界 怎么会有唯一呢 这世界本来 就是万物复阴而抱扬 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的 对不对 难度很大 想一想 脑海里同时存在两个对立的观点 你还游刃有余 但是 这就给到了我们一个提升的路径 当我拥有A观点的时候 我看到了 我长期拥有是A观点 这个时候 我马上 我能不能把这个观点的反面的观点 给纳入到我的体系当中来呢 并且我也尝试去活一下 我去试一试 如果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 哇 你的人生就打开了另外一扇窗 慢慢慢慢练习之后呢 你就会成为 一个一流智力的人了 因为两种观点 可以在你脑海里并存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说有人说 老师那我难道要抛弃二元对立吗 既然二元对立不好 对不对 我要抛弃他吗 其实不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就叫文字方星 语出道断 只要有文字 有知识 它必然有二元对立 恰好是因为文字的兴起 带领人类走向了文明和进步 只是我们今天科技的进步 已经太吓人了 吓人到似乎机器要统治世界了 所以我们就突然间忘了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要从整体论 这个整体论包括 我们所有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 这也是一个整体论的这样的一个视角 我们忘记了整体论的视角 而非只是在二元的视角里 比如说呀 科学研究 这都属于二元 因为二元必须要经过验证啊 实验呢 其实包括新一属于二元 中一是属于整体论的 那么还有呢 比如说还原论 我们过去老讲还原论 这是属于二元的 就叫二元的还原论 它是能够帮我们叫制造汽车 而叫一元的思想 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创造出汽车 咱能理解吗 它能够帮我们创新和创造出来 那个一切可能性 一切皆有可能 那个可能性 好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当我们越来越多 在二元的这样一个视角当中的时候 世界会越来越复杂 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悖论 这个悖论是什么 二元论的世界 需要复杂规则来管理 你看公司里面 我拆拆拆拆拆 各个流程 各个制度 各个角色 各个职位说明书 每一点 每一滴都要管理的时候 太复杂了 世界越来越复杂 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叠加 更多复杂规则了 没有办法了 所以呢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复杂性时代里 我们需要的是简单规则 对不对 而简单规则 只有在整体论的视角里才有 这个世界太有意思了 整体论的时候 其实呢 用简单规则就可以了 一月是二元的 似乎貌似 我把一切都已经切割得很清楚了 不停的切割 不停的切割 然后你让它协同起来 是需要极其复杂的规则 你看现在有些公司的管理 还在建设塔式的那个管理当中 公司的这个档案柜里 放了二十本 一百本管理手册 一千个制度 没有人看呢 而进化型组织 进化型组织是以整体论视角来看的 兼顾人的身心完整的 这叫合一的整体论的视角 而在进化型组织当中 要的就是简单规则的自生长 它就是一个简单规则 所以我们想去让这个世界更有安全感 更有控制感嘛 我们都想要一种控制 对吧 那就回到整体论的视角 回到简单规则 那实际上呢 其实正是因为二元对立呢 让科学得以发展 但是因为科技发展到今天 已经过于碎片化了 已经缺乏了整体论的这样的一个视角 所以人们的思维 其实我们的思维 我们大脑这些思维呀 也是我们每思考一个东西 就是在切割切割 在不停的切割 然后把这个世界切割的 叫支离破碎 这种破碎支离破碎 不止我们内在支离破碎 我们跟外在也支离破碎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 内耗战争 这都资源的抢夺 说这个世界就越来越碎片化 当碎片化的时候 我们就争夺呀 证明啊 因为分离的状态是 有你不能有我呀 所以就我们战争的爆发 人类现在走入这样的一个 疯狂的状态里 所以要从二元的视角 我们回到一元的 一体论的视角里面来 好 那人类文明的起源呢 也恰恰是从文字和符号开始 在这种一分为二的 不完整状态下 不管我们看到什么 而都只是一部分而已 所以呢 现在呢 大家就应该能够 领悟到王阳明这句话 没有任何分别的时候 叫无善无恶心之体 就是我们内心 我们的内心 我们一直在讲的那个源头 我们的那个内心 它就是无善无恶的 有善有恶 一之动 只要我们去认知这个世界 只要我们去思维 去认知这个世界 善恶就出来了 好坏就出来了 好 那么在心理学上呢 去对这个事情呢 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说法 叫功能固着 这是由心理学家呢 邓克尔提出的 他的定义是 当人们无法用心的方式 使用物品去解决问题时 产生的一种心理障碍 是人们的一种认知偏差 什么意思呢 是说人们没有办法意识到 一个事物啊 除了原有的 我们熟悉的这样的一种功能 这个既定的用途之外 还有其他功能和用途 一个问题 除了他既有的解决方法 还有心的解决方法 一个概念 除了他既有的这个定义之外 还有其他的含义 甚至我们就把脑海里的一个观点 一个角色 一个标签 一个评价都等同了自己 以为自己就是那一个固定的东西 所以心理学上 这叫一种 严重了就叫一种病 严重的时候 而且当人们在过度的 这样功能固着里 是没有创新的 真正的创新 就是打破这些功能的固着 所以我们经常在讲 创新和创造的 那个本质是 打破二元对立 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那才是那个创新的 真正的来源 好 那成长呢 就是给自己松绑的一个过程 就像这幅图一样 我眼睛被蒙上了 我们身体被遮住了 对 那么我们需要给自己松绑 这就是成长的一个过程 既可以是危险的 又可以是安全的 爱因斯坦说 说一个人真正的价值 首先就是由他自我解放的程度 和自我意识 自我解放的意识来决定的 这就是一个人真正的一个价值 好 这节课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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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